位於頂零路上的縣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經常接獲勤務時 要緊急出動服務 都要跨越狀況線來行駛車輛 這樣的情況既違反道路法規 又造成出勤危險 所以日前先遠也好 也要及相關單位人員前往回看 需要協助將狀況線變更為網狀線 因為在消防隊平常在出勤的時候 那其實不管是救護車或是消防車 他們都要緊急的出動 但是因為目前來講 在我們竹山的分隊的前面 這邊是雙黃線 但是其實在其他鄉鎮的 消防隊的前面 其實都是屬於網狀線的狀況 那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是特別的邀請 大概這個不管是消防隊 我們的縣府交通科 還有我們的警察局 還有政工所 以及林夢莉代表 莊施德里長 在我們目前這個區塊來講 我們在溝通要設置這個網狀線 消防隊出勤都是相當緊急的情況 每分每秒可不容緩 所以縣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竹山分隊可分隊長 感謝遊議員協助變革道路標線 讓隊員們出勤安全更有保障 因為我們消防車在做出勤的時候 沒辦法選擇是左轉或右轉 那如果說我現在往市區的方向 他要左轉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我是違規 消防車違規去跨越這個雙黃線 那到時候如果說發生碰撞的話 會有一些交通法規上的問題 那也感謝遊議員 來特別關心這一件事 讓我們出勤的安全 可以符合交通的一個法規 那這邊特別感謝這樣 先遠也好以認為 透過合理化的道路標線變更 一定能讓消防員們更安心 並能以最快速度前往執行勤勤 那未來也可以讓我們的 消防隊上的隊員 他們在出勤勤的時候 可以更安心 也讓民眾在經過這個區塊的時候 知道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區塊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那這樣子也讓我們的 辛苦的打火弟兄 打火兄弟們 他們也能夠更放心的隨時緊急的出勤募 議長和聖峰也認為 消防隊前道路標線有變更的必要性 感謝遊議員的用心協助改善 大大提升消防隊出勤效率及安全性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